菲利斯的首領是多數的 是多數的 可是我們知道當時有五座大臣 菲利斯有五座大臣 所以可見他們可能有五個首領 所以而且每人給他一千一百捨庫的銀子 那麼五座城的五個首領就給五千五百捨庫的銀子 那麼五千五百捨庫的銀子到底有多重呢 有六十五公斤那麼重 那麼當時可以買一百八十個 一百八十個奴隸 哇這大臣阿興想這麼大獎賞 我發財了 我發財了 他說我就是幹這一輩子 我現在這種行業 這種行業我實在也賺不了那麼多錢 何若而不為呢 所以他就決定把參孫出賣 我們可以說 預期說他把大利拉把參孫出賣了 還不如說參孫把他自己出賣了 好然後第六節大利拉就對參孫就告訴我 你為什麼有這麼大的獵器 然後用什麼方法能夠來克制你 然後從第七節到二十節 那你看見參孫跟大利拉在那裡玩一個遊戲 那個遊戲不簡單 是一個死亡的遊戲 而且這個死亡的遊戲分成死亡遊戲四部取合 死亡遊戲四部取合 所以當參孫他是以假亂針來驅哄大利拉 然後先是用七條的青的麻繩 然後用未用過的這個新的麻繩 然後第三步呢 他就說讓大利拉把他頭上的七條 七條那個法辯 我們這個Kalen 頭上有不少的這個法辯 他只有七條的法辯 把七條的法辯 跟那個植布機的那個尾線綁在一起 綁在一起 那麼然後呢 結果這三次都沒有成功 三次都沒有成功 那後來呢 後來呢 就就就 第四步呢 他終於 參孫終於把他避命就告訴大利拉 所以參孫他的頭髮 就跟大利拉在玩遊戲的時候被玩掉 所以弟兄姊妹 讓我們現在我們來思想 參孫他的致命傷到底是什麼 大利拉已經非常明顯 非常明顯在他身上 一次兩次三次的 存心是要傷害的 但是他參孫他的致命傷是 他非常的自信 他非常的自信 他的自信是他的致命傷 因為他過去的得勝太多了 他心裡一直認為 他心裡面一直認為 無論如何 你們這些人是制服不了我的 可是他忘記仇敵 他是非常非常的persistent 他們他的攻擊是持續不斷的 持續不斷的 然後我們看15節那時候 大利拉對參孫說 你既然不跟我同心 怎麼說你愛我呢 你三次欺哄我 沒有告訴我 你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力氣 16節在我的聖經上 我特別highlight highlight 16節說 大利拉天天用話催逼他 我特別在我的聖經上 我highlight了天天這兩個字 大利拉天天用話來催逼他 所以我們知道仇敵對我們的攻擊 一次不曾繼續再來 一次不曾再 早晚有一天要把我們打垮的 早晚有一天要把我們打垮的 好然後接下來 這是第一個他的他的他的這個致命傷 第二個致命傷 也是他的危機 就是他鬆和懶的生活 常常這個大利拉有事沒事了 就去找女人對不對 到最後十九節說 他的能力是在他的頭 整在大利拉的膝蓋上睡覺 頭髮被剃掉了 那於是大利拉的克制他 他的力氣就離開他 他明明知道大利拉是要來害他了 但是他沒有辦法勝過 因為所謂的英雄難過美人觀 你們知道大利拉是什麼意思嗎 你們知道大利拉是什麼意思 大利拉的意思就是楚楚動人令人憐愛的意思 有人起這個名字也很有意思 楚楚動人令人憐愛的意思 那明明知道這個傢伙是狐狸精 但是他就是那一副的楚楚動人令人憐愛的樣子 讓參孫神魂顛倒 讓他捨不得這個女人 讓他失去了警覺性 甚至到二十節的時候 他鬆懶到一個地步 連耶和華已經離開他了 他還不知道 然後他照樣要出去 鬆動一下他的筋骨 好像跟從前一樣要展現他的力氣 可是他不知道這時候 耶和華已經離開了 所以弟兄主要我們要特別 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全世界各地到處都充滿了 一直要替人頭髮的大利拉 到處都是 在你跟我的生活的周圍當中 天天都有 而且刀子天天預備好了 要給我們剃頭的 楚楚動人令人憐愛 捨不得丟 可能是錢財不見得是女人 可能是一個成功的機會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 但是就是讓我們捨不得放棄的 好了我們再來看